520前有一屆联盟公开 对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施压 希望就任前能够特赦前总统陈水扁 不过前副总统吕秀莲 却呼吁马总统懂得用权力 不要把人情留给蔡英文 要她在519现任前就大方 特赦阿扁 现在都改朝换大到这个样子了 我们大家还在关心什么 马总统将来要面临什么 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马总统 哎呀 你是权力不懂得使用 你在519以前就大大方方的 让他特赦 不要把这个人情交给蔡总统 因为他很多被起诉的 都已经证明是无罪的 其他的案子通通没有审下去 就司法上来讲 一个很不完备的人 已经被责成到这样 其实将来要追查 那他可能会给过一周那儿的 所以他也会有所谓的